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海里撒网 他们原是渔夫 耶稣向他们说 来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 他们便立刻抛下了网 跟随了他 耶稣向前行了不远 看见赛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旺 正在船上修网 耶稣随即召叫他们 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赛伯德和拥工们留在船上 跟随他去了 感谢天主 马尔谷福音对耶稣的事件的记录 是四部福音中最短 节奏最快的一部 比如说 福音的第一章就叙述了耶稣传教的准备 包括若汉的使命和耶稣的受洗 以及耶稣开始宣讲福音 并召叫他的首批门徒 这样快速的节奏 反映出耶稣服传使命的急迫性 在若汉被监禁以后 耶稣更坚定地宣传福音 毫无畏惧 仿佛在强调 任何威胁都不能阻止他去宣讲天国已经临近的信息 时期已满 天主的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 信重福音吧 天主的国不是世俗所理解的国度 而是当天主来到人类生命的中间 试问 你和你的近人的关系中 有没有保留空间给天主说话 让他教导你们 在每一个状况中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有时 即便好人 也无意中和耶稣过着平行的生活 坚持地自己认为好的标准 也以这个标准对待他人 殊不知 这些想法却和耶稣的想法不同 悔改并信重福音 就是耶稣邀请我们 改变生命的方向 跟随主耶稣的言行生活 今天 耶稣也召叫了四位渔夫来跟随他 说 来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 耶稣邀请他们放下熟悉的渔船和渔网 去做渔人的渔夫 吸引更多人去跟随耶稣 我们能否放下所学的一切 让耶稣带领我们去认识天主更高深的爱 更广阔的真理 这很重要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成为渔人的渔夫 将人们引向耶稣 得以丰盛的生活 请品尝圣言 时期已满 天主的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信重福音吧 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圣言 尝试向友人分享你信耶稣后 生命的更新与转变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耶稣 求你让我常保持悔改的心 跟随你一起过新生活 阿们 感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